大家好,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美国人工智慧AI晶片龙头挥达 NVIDIA已要求鸿海集团、三星电子和AMKER等供应商暂停H20晶片的相关生产作业 这在挥达公布其新财报前带来一丝隐忧 知情人士透露,鸿海没有回应相关讯息 不过,该公司持续看好AI伺服器产业的未来发展 鸿海轮值执行长杨秋锦先前表示 综观全球几大云端服务供应商CSP客户对于AI业务的资本支出持续扩大 市场所反映出的讯号,印证AI不是一时的热潮 而是一场真正的产业革命,是结构性、长期性的成长趋势 预期市场对高效能算力的需求还会持续升温 鸿海的目标很清楚,就是在这场AI的浪潮中 要帮助客户掌握这一波快速成长的机会 综合路透与美国科技媒体The Information的报道 回答已要求鸿海集团停止H20晶片的相关作业 也已通知AMKAR和三星停止H20的相关生产 意味回答想先销售既有库存 AMKAR处理H20的先进封装事宜 三星供应高频宽记忆体HBM,鸿海集团处理后端作业 回答传出暂停生产H20,引发这些产品需求的疑虑 在回答8月底公布财报之际,增添不安氛围 也显示,回答终于争取到川普政府放行H20销往中国市场后 再度遭遇颠簸 中国已对H20的资安风险表达疑虑 据传,已已发送通知给本土企业 希望劝退企业,部分业者已暂停下单甚至砍单 华尔街分析师认为 回答短期有望从中国市场进账一些营收 不过大家对其长期前景的看法却莫衷一事 摩根·士丹利·大摩分析师摩尔认为 因为对中国销售晶片的政策不确定性太高 他难以有信心地把中国营收纳入对回答事业的预估 BCA研究公司首席地缘策略师葛特肯预期 由于中国国内晶片业还在追赶 回答近期可能从中国进账一些营收 但是美中技术都有可能出现突破或是用于军事用途 可能促使华府设下更为严苛的壁垒 Piper·Sandler分析师库玛则较乐观 看好中国需求能为挥达本级贡献多达60亿美元的营收 2026年底将增至多达160亿美元 与此同时 挥达在人工智慧 AI晶片市场面临对手步步进逼 执行长黄仁勋在今年3月举办的GTC年度技术大会上 一口气揭晓未来三年的晶片蓝图 让客户能更放心与挥达维持长久合作关系 也凸显挥达对晶圆代工厂台积电先进封装的需求会越来越大 黄仁勋预告的三世代晶片蓝图 包括2025年下半年推出 采用Blackwell GPU绘图处理器架构的Blackwell Ultra MVL72 预计2026年下半年推出 采用Rubin架构的Vera Rubin MVL144 预计2027年下半年推出 采用Rubin架构的Rubin Ultra MVL576 以及2028年问世细节尚未公开的Findman架构晶片 黄仁勋说 科技公司往往把发展路线图视为高度机密 但他认为挥达不只是科技公司 更是AI基础设施公司 必须详细描述发展路线图 让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参考 以挥达正量产的AI晶片GB300来看 透过先进封装技术 把两颗台积电4nm制程生产的Blackwell GPU和高频宽记忆体 一起封装成效能更强的Blackwell Ultra晶片 接着用超高速网路串联72颗Blackwell Ultra 整体效能提升50% 挥达预计2026年推出Vera Rubin架构晶片 被视为Blackwell计划版 导入新的HBM4高频宽记忆体极低6代NVLink互联技术 可提供更快速的资料传输与GPU连接 Vera Rubin架构机柜 可连接144颗GPU 高阶板串联数量多达576颗GPU 这些技术展示了挥达加速产品迭代周期的策略 也凸显对台积电先进封装的需求会越来越大 随着Blackwell Rubin等新世代GPU的运算能力大增 数万颗GPU之间的高速资料传输成为巨大挑战 传统透过同缆的电讯号传输 遭遇功耗散热 频宽密度受限等问题 开始兴起以西光子为基础的CPU共同封装光续元件技术 把原本可插把的外部光纤收发器模组 直接内建到交换器晶片旁边 汇达已在GTC大会上展示 下一代Spectrum Max以太网络平台将导入CPU技术 透过将光续元件与交换器晶片紧密整合 可在单一晶片上提供超高频宽且功耗减半 有助AI资料中心提升资料传输稳定性 降低营运成本及克服散热挑战 汇达投入CPU锡光子技术 代表不再只是单纯卖GPU晶片的公司 而是提供从运算 内部互联道 外部资料传输的完成解决方案 不仅巩固汇达AI霸主地位 也将左右高效能运算 与资料中心产业的未来走向 在此背景之下 汇达执行长黄仁勋8月下旬快闪台湾 行程懒当 主要都是与台积电相关人士会晤 业界人士分析 现在对黄仁勋来说有两大经营重点 一是一应地缘因素影响 二是确保供应链运作无余 而台积电正是汇达供应链的重中之重 台积电是汇达的主要晶圆代工厂 这次黄仁勋的行程除了先行拜会台积电高层 并发表演讲 也造访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 当天晚上还在台北的三六师傅餐厅 与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等人共进晚餐 等于一整天的重要行程 几乎都与台积电相关 众所周知 黄仁勋与张忠谋拥有多年好交情 他说自己与张忠谋一同喝了鸡尾酒 补祝贺张忠谋生日快乐 黄仁勋也提到 他与张忠谋都是威士忌同好 每年他都会送张忠谋一个新的威士忌杯 这个习惯已行之有年 黄仁勋指出 台积电与汇达开始展开新一代晶片生产 不只是晶片 是AI工厂叫Rubin 他们有六个新晶片 包括中央处理器 绘图处理器 NVLink交换器晶片 网通晶片和西光子晶片等 都在台积电工厂内生产 这个晶片同时完成产品设计定案 谢谢台积电主管 接下来几个月很忙 非常感谢他们 为他们努力 黄仁勋透露 他在演讲中谈到台积电与辉达一起经历的旅程 以及这些年来辉达如何重塑自己AI革命与新产业的创造等 还有该公司现在做与未来要做的工作等 辉达在台湾拥有众多供应链厂商 于前几次访台时 黄仁勋还特地宴请供应链合作伙伴 黄仁勋表示 台湾是一个非常大的电子制造生态系统的中心 拥有很多了不起的公司 这些业者都将受益于下一代AI革命 也就是机器人技术 他强调 未来AI将无所不在 这个新产业需要AI工厂 以驱动世界各地的新基础建设 而这对台湾来说是个绝佳机会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 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